輸出到文字區域裡面 其實像那個列印信號這個我想你也可以把它改寫一下 比如說我們本來是列印到JavaScript的Alone裡面 當然這裡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後面的話我們還有剪刀、石頭、布的相關範例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做出類似像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類似像這樣 就是可以讓你用選的 當然會有一個Default Defaults也許就是石頭、剪刀、布 那其實這邊的話我們就是預設 比如說石頭 然後按確定的話 這個我是有一個先跳出 好像是電腦選的哪一個 那我這邊是有1、2、3 正列的範圍 因為我把第一個空下來 那剛好就是1、2、3 所以3的話是布 因為它出布 那我出石頭 所以有沒有按個確定 我出布 你出石頭 你輸了 我指的是電腦 你指的是 這個就是使用者 那當然最後這個結果 其實後面也許我們可以 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是不是可以讓使用者 連續跟電腦 比如說10次好了 做10次的比賽 最後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或者最後可以把它記下來 諸如此類的 這個是第一個 用單選 的方式 Option 那最關鍵的地方 這個地方 首先呢 我們大概 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 radio 這個是指radio 它的位置 實際上我們可以利用那個 JQuery 模板 其實我是用那個 在插入那個 JQuery 面板裡面 其實有這一排 其實基本上 比較重要的元件 都在這裡 那其中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有一個選 應該是 核選 Option OK 另外旁邊 這個是單選 選項的話 是多選 OK radio 一個叫checkbox OK 那這兩個的話 一個是單選 一個是複選 不過呢 單選比較好解決 單選的話 你應該只有一個選項 你就把這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單選的話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 它的名稱 特別注意 它有幾個名稱 它這個input name 你會發現 我把這個地方 拉寬一點點 這個字有點放 裡面的話 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就是呢 它的type 一定要是radio OK 第一個 它的type input type 一定要是radio 然後呢 它有幾個訊息 可能要設為一樣的 就是input name 這個input name gas 那這個gas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我把這個地方 再把它乾脆設為程式碼 不然這 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 第一個 它這邊的話 input name 是這個名稱給它 然後type 你會發現 ID 你會發現 ID有三個 Value也會有三個 那 ID跟Value 一定是不一樣的 將來就是說 你點選之後 我們主要是把Value的詞 丟回來 OK 那後面的話 因為第一個選項 是石頭 我把它check的 表示說它預設 就是被核選 那當然在那個 Dreamweaver裡面 比較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直接可以用下面的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其實下面分割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透過下方去做設計 我覺得Dreamweaver的好處是 點選它 它下方可以是以核選 另外的話有沒有 這個按鈕的有沒有 選項按鈕的名稱 Gas 它核選的值是1 都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做修改 那其實 最簡單的方 就是我覺得它方便的地方就是 特別主要選項按鈕的這個名稱 請特別主要Name的部分 三個都要一樣 你不能名稱有一個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它就不是一個群組 如果不是一個群組的話 那丟回來的東西 它就會值會有問題 所以特別主要 這個選項按鈕 Gas 這個也是Gas 這個也是Gas 有沒有發現 這三個的名稱 都一定要是一樣的 不然的話 它會有問題 不然回來變複選題了 第二個的話 它裡面丟回來 當我選它之後 按確定 丟回來的值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OK 另外呢 這個是 預設是 以選取 另外兩個怎麼樣 另外這兩個 不選取 這樣的話 顯示出來 就會是我們要的 所以特別主要 以後如果你在做單選題的時候 單選的一定要特別注意 其實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後續 像之前我們有做過練習 比如說做一個比較常見的 像點餐系統 上個禮拜跟各位講話 像那個日本很多啊 像要投幣式的嘛 那台灣將來是不是可以 不一定要投幣式嘛 你可以用什麼 用手機APP QRCO少一下 就可以馬上點餐了嘛 那當然 點餐的話 有單選 有複選 其中一個單選 OK 第一個 單選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呢 第二個就是界面 我們其他的話 底下會有顯示結果 那顯示結果這個地方 我跟前面是做一樣的方法 就是這個是一個DIV 名稱特別是關鍵在這裡 它的ID是Oput 一個DIV 當然我前面講過了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P啦 OK 啊P的話有沒有 剛剛不是在 那個W3School裡面也有啊 如果你用P啊 你要把它隱藏有沒有 這個地方要隱藏 可不可以啊 點下去也可以隱藏 這方法跟剛剛一樣 可以自行參考一下W3School 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程式裡面 有哪些最重要的部分 這上個禮拜最後有提到 我們把那個關鍵的地方 再帶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的這個陣列 New Array 這個是空的 因為它是0 1 2 3 所以以後的話 這個Value回來 這個就1嘛 這就2 這就3 這樣就剛好1 2 3 不然的話 如果我這邊多一個0 我把石頭放在0 剪刀放在1 布放在2 那我以後要怎麼 要把它減1加1 很麻煩 所以上個禮拜有講過 再來怎麼樣亂數 讓電腦產生1到3的數字 就這個 前面也講過 但如果你將來要產生其他亂數 其實可以參考這邊 OK 這個前面有講過 然後align出來 這個align 也許最後其實這邊可以把它註解掉 這個可以當成 將來不要顯示出來 好 然後呢 選了哪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使用者選了哪一個 特別特別注意 這一題 程式的部分 最重要的地方 而且最 嗯 我想 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這裡 我要怎麼知道 使用者 到底選了哪一個 OK 這邊的話 這個方法我想是最簡單的 因為以前如果說 我們用其他的方式來開發的話 要把使用者選了哪一個的東西 找出來 其實相當麻煩 可是如果你用JQuery來找的話 JQuery很厲害 但是JQuery 有幾個地方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後面一定是選取 他的後面這個東西有沒有 是Select Select 你會發現 他還可以選哪一類裡面的下一 再往下 一直往下選 不過呢 他的表現方式 呈現方式 你可能要慢慢熟悉 第一個 他一定是我要找什麼 找一個input input的底 有沒有 所以底下不是有input的name 等於radio 冒號之後呢 我要找radio的 而且radio裡面呢 他還有兩種 一種是check的 一種是uncheck 就是沒有打勾的 所以呢 我要找的是什麼 找的是check的 ok 那所以前面是找什麼 其實前面的敘述就是 找大類 再往下找 找到你要的 對不對 後面的話就是你要把什麼東西帶回來 所以後面的話你會發現 請你幫我把name等於gas的資料 把它抓回來 而且後面記得是一個中瓜糊 那這個是一個固定的用法 在JQuery裡面要找資料 你大概就把這些掌握住 以後呢 你要找什麼 就非常的快速 其實說真的 這query 它那個query 還真的用的對了 因為它query的東西就是比別人快很多 不然如果你用別的程式來寫一樣的東西的話 哇 那真的是 你也可以試試看JavaScript寫 JavaScript要把這東西抓出來 當然也可以 可是程式不只這一行 寫的非常多行 才有辦法完成 那我要抓什麼呢 抓這個東西的value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value就抓回來了 抓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丟到user 我就知道user到底點哪一個 OK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便利許多 但是這個是單選 單選還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後面 假如我們變化成多選checkbox的話 比如說使用者不只勾一個 像點餐好了 它可能是 比如說它有好幾個人 然後一張menu好了 它勾了好幾個 那你要把這些 從通通都把它抓到的話 怎麼辦 所以這個checkbox難度又會比radio來的複雜許多 但是概念上差不多 一定是也是找哪一個input type 後面就不是radio 後面也許是checkbox 裡面也是check的 然後name叫什麼 對不對 可是我們回來的這個是只有一個 但是呢 checkbox它有多個 這個時候你就頭痛了 多個怎麼 把 所以後面一定要寫個回圈 不過我覺得這可以還蠻貼心的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幫你全部都抓回來了 所以它也幫你想到了 它each 有點像for each 每一個幫你抓回來 那後面當然會講到 如何把那個多選的資料呢 很快的就幫你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當然你就知道說 我選了哪一個 這個我把它註解掉 這個把它註解一下 然後呢我出什麼 對不對 這個是正列 正列裡面的什麼東西 顯示出來你出什麼 然後一個換行 最後的話呢判斷一下 那判斷這個我前面講過了 這個我也是我改寫的 比較簡單一點的寫法 最後就顯示出有要的結果 這邊的話呢 最後可以看到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重點回顧一下 並且呢 請各位改寫一下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單選 我希望請各位幫我改寫 改成什麼呢 其實下拉清單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下拉清單嗎 下拉清單也可以變成單選 其實下拉清單也只能選一個嘛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一樣的功能 可是我想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單選 改成是下拉清單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一樣嘛 請各位也許把那個 剛剛這個檔案 把它另存新檔 本來是CH03-14 改成13-14-2 OK 有1有2啦 類似這樣的 不過特別主要 這個最好底線 underline會比較安全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把那個剪刀石頭布的部分 再稍微 重點回顧一下 那程式的部分呢 在雲端上也有啦 不過我是只有放圖 沒有放醬汁 主要是 希望各位 試試看 試試看 那當然上面的功能 比如說像介面的部分呢 產生的方式 都不是自己打的 你不用傻傻在那邊 你就是用上面這塊模板 你點下去它就會出現 出現那個功能 然後呢 你再去更改裡面的那個樣式 它就會顯示出你要的樣子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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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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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